广州中山二院这个事儿 中国科协今天罕见的发了声 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 这当年打过交道 中国科学院当年有张报纸 叫中国科学报 郭老提的报头 大气也很自信 后来一改开之后呢 就他妈不自信了 之后就不敢叫中国科学报 之后改名叫科学时报 给人感觉好像地摊上那种 这个这个这个 街头小报一样 科学时报 中国科协的这个 算是声明吧 叫中山二院三人患癌 警示录彻查实验室安全 刻不容缓 那么通编看下来呢 八个字 就事论事 避重就轻 再加四个字叫 言不及一 就是今天 九号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官方账号 发文表示 中山二院三人患癌 是否和医学实验室有关联 需要严谨 专业的医学调查和验证 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我认为他这个帽子就改错了 科学你可以说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但这件事情本身 它不仅仅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它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按照今天上午新美哥做的那一段视频 我甚至认为这是他们就是 要再拔拔高 这是个路线问题 当然了 科学 站在他那个角度 他这么说 我还不至于恶心 好吧 这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他说我们呼吁 也呼吁秉持实实求是科学理性的态度 尽快的探求事件真相 但更深层次的警示 在于公众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伦理原则 什么呢 就是安全的实验室环境 我不知道他是谁写的东西 这科学现在 公众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伦理的原则 叫什么 叫安全的实验室环境 这跟普罗大众 这普罗大众能关心到安全的实验室环境 这样的问题吗 你要把这个主语换了 说更深层次的警示在于科学界或者研究界或者科研单位 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科技伦理原则 就是安全的实验室环境 我就懂了 你要把这个主语说成是公众 我是真不懂 这个文中提到说 之所以反复强调实验室安全环境 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科研人员 因为他们所接触的一些事件是有毒有害的 需要严格的安全环境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公众 过去几十年来各个国家发生过不少实验室泄露的事件 有一部分还造成了小规模的公众感染 而这些意外事件大多数本是可以避免的 文章说 毋庸置疑 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科技伦理问题 虽然我们国内多年来一直在倡导防护人 毋然安全制上的实验室安全理念 并据此执行 你这个前提啊 国内多年来一直在倡导防护人安全制上的实验室安全理念 并据此执行 那怎么还出现了这样一个恶性的事故 但我们更希望通过这次事件 使有关部门尽快启动清查实验室 环境安全行动 特别是生物医药 以及化工等相对高危的实验室环境 更应该成为重点清查的对象 这不仅是对科研工作者的负责 更是对公众的负责 中国科学 中国科学院背景 这个中国科学 如果能这么说 我算是你 还良心尚存 什么呢 就是要尽快启动清查实验室 环境安全行动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了 尽管你说秉持那样的理念 然后据此执行 看来 可自检讨的东西太多了 看来历史留下的欠账太多了 否则 中国科学怎么可能 说出这样的话来 尽快启动清查实验室环境安全行动 那就是中国的实验室 环境安全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会小 要不怎么中国科学 火上防一样的 尽快 尽快启动 清查实验室环境安全行动 特别是生物医药 以及化工等 高危的实验室环境 中国科学 这个中山医院三人化癌警示录查实验室安全 刻不容缓 你说急迫到什么程度 这是大标题 那么呢 我们这个全文我们就不和大家分享了 大家关心的话 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 那么关于外界的一些质疑 外界披露出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实验室拆了 然后说是例行的消防检查而已 只是检修的日子 恰巧就是今天 一开始定的就是今天这个日子 等等等等 这篇文还 兼 履行了一个辟谣的 这样的一个任务 那么 他还举了一例子 就说我们中国 无独幽 这可能是一个实验室安全的问题 但是比我们差的还有啊 举个例子 法国 曾出现过一起实验室的事故 一名 一名啊 女性研究员在实验室意外暴露 七年多之后 你想想 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渡中山二院 但是就像今天上午说呢 我们联想到中国的这个大市场般的高校 医院学术研究研究机构 这种买卖式的市场作风 市场作派和这个大市场经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的历史 我们做一个假设 我们做一个假设或者我们提出自己的怀疑我们面部改色心不跳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真有必要去怀疑 深染 癌症的这三个人 按照科学的说法 这三位 他们确实是意外暴露的吗 嗯 他们三个人来说 对他们三个人来说是意外的话 那么他们的导师 他们实验室的负责人 是否知情 我们 我们有 我们有这个权力 发出这种质疑 他一由未尽 一名法国女的研究人员 后来说 后来事件调查发现 这位女士事件并非个例 法国在过去十年当中 一百多名科研人员至少发生了17起事故 其中五人 十年啊 一百多个人里面 五个人被受污染的注射器或者刀片刺伤 我们到现在也只没听说过 中山二月 确诊来着的这几位孩子 这几个孩子 他们有过 这种 你知道 叫什么 这叫 这叫皮下组织的 直接的受损伤 没有 我相信如果有的话 早都出来了 第一时间可能就出来了 不会遮掩到现在都没出来 因为你被注射器或者刀片刺伤 这确实就属于意外啊 好吧 我们 他最后提醒大家不去尿不传药 哈哈哈哈 好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网友们是怎么 接的 那网友是怎么接的 第一个评论 置顶的 就是 消防检查需要拆板子呢 板子跟消防检查有啥关系 拆板子 哈哈哈哈 那么 下面这个 跟帖里面 就说说 院士评选可不就要经过科学吗 你说的非常对 有人说 但我不是这专业的 我很疑惑 消防检查需要把实验室拆了吗 有网友说 这就是毁灭证据了 有网友问 真的是提前订好了吗 为什么要拆板子 是什么作业啊 下面网友说 消防检查就此背锅吗 我是消防大队的 我才不背这个锅呢 嗯 有网友说 你这个科学的文风 和七叉体育馆坍塌之后 一毛一样呢 你这是 嗯 有人说 拆都拆完了 搞不好等检查组过去 检查组过去 患者都去世了 人证物证都没了 看着办吧 这很悲观了 这个网友 比他还悲观的是跟帖 说你想多了吧 至今未见有报道说 会进驻 检查组 网友说 就算与消防有关 如此敏感的时刻 也应该特事特办 保存现场了 风口浪尖之际 执意拆除实验室 只能说他们 有更怕人知道的东西 需要掩埋 有网友跟 跟帖 说 院士功臣 万伯枯 伯是伯式的伯 有网友说 下令拆除的 我都怀疑他是间谍 为别人专门 留口实 下面一众的网友说 支持彻查 一定要给个说法 有网友说 医院方用了一个晚上 就迅速的给出了调查结论 是吧 我还没看到 一个晚上迅速给出了调查结论 并且在凌晨两点就发出来了 第一 没有再读的学生患癌 直接定性为医院的职工 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第二 黄毛 女 2023年10月被确诊为 一线癌 并接受手术 目前情况为稳定 第三 刘毛 男 2018年博士毕业 入职 我愿乳腺 外科 2023年6月被确诊 什么意思 就说这个刘毛 不是在实验室里 得的病 这就是 院方 一个晚上给出的调查结论 后半夜 凌晨两点钟 就发布出来了 四 一名进修人员为某外地医院的毕业博士生 2021年来进修 2022年4月离开广州 2023年在工作当地被诊断为乳腺癌 他没说性别 五 实验室于2009年启用 至今培养超过两百名学生 等等等等等等 没有提及这个课题组 有朋友说 开玩笑了 黑色幽默 他说什么 他说呼吁了半天 证据都拆完了 太好笑了 明年万圣节去上海 一个被拆的实验室 头上顶个板子 上书四个字 叫欢迎调查 王有个呼吁 实验室都马不停蹄地拆除了 绝不能一再上演这种惨剧 彻查此事 给学生一个交代 给再读学生 一个安全的实验室环境 有网友说 实验室安全一直都是问题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这个院士和他儿子 究竟会怎样处理 消防检查 把实验室拆了 说明实验室本身 就不合格 这个无尽的跟天 无尽的跟天 有网友说 从概率上讲 三人自然同 三人自然同一老师 同一实验室的发明概率 在自然界里能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 只能视人为因素 这就 坐等吧 是吗 当然 我们等不到结果 我们等不到真相 因为我们习惯了 等不到真相 因为我们从来 没有得到过 真相 继续关注 谢谢大家